第29题 有关于盐酸来综合氢氧化钠溶液的实验 其装置如图,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一个酸碱中和的反应 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的变化 所以溶液的温度应该要上升 所以选项A说 综合后,溶液的温度下降是错的 这里是盐酸氯化氢 加上氢氧化钠会产生盐跟水 这个盐指的是氯化钠 所以他选项C说 会产生碳酸钙沉淀 这个是不可能会对的 这个原来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碳 所以不可能会产生碳酸钙沉淀 那么选项猪说 用温度计边凉温度边搅拌 这个实验为了知道是放热变化 所以我们会使用温度计 但是温度计不是波棒 不可以拿来去搅拌东西 所以选项猪也是错的 选项B说如果加入的氯化氢 跟氢氧化钠默素相同 可以完全中和 我们知道 我们要完全中和是氢离子的默素 要等于氢氧根离子的默素 但是因为我的一个盐酸 只有一个氢离子 一个氢氧化钠只有一个氢氧根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1比1 所以当我的氢离子默素 等于氢氧根离子默素的时候 也就是我的氢化氢的默素 会等于氢氧化钠的默素 所以选项B是对的 所以29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B 当加入的HCL 与NNOH的默素相同时 可完全中和